看看新闻网 在法国的最后一夜 房东特地为爷爷们准备了家乡的饺子 熟悉的味道让这一夜变得格外温馨 其实爷爷们在法国的这三天 经常会碰到有爱的同胞们 你瞧最后一天的地铁上 中国大妈们的热情 就有点让刘烨承受不住了 这大姐给雷老师让了个座 我说跟大姐拍一个 地铁上人几人 可是粉丝这一拍就是好举战 不过这还不是罪绝的 二号粉丝甚至还拿出手机 硬是要和偶像刘烨 跟自己的老公聊两句 毕竟在地铁里偶遇大明星的概率 还真是挺小的 他这带着 看我老公 喂 你好 跟您爱人至好 特别巧 碰到一个车上 谢谢 谢谢 为了和偶像多些时间相处 这位女粉丝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都忘了下车 既然这样 那就让我一次拍个够吧 好 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些惊鸿一片啊 其实呢还有更多的精彩 等着你九点到千万不要错过了